大家好,我是James 今天全球确诊增加41万2435个人 全球死亡增加9809人 马来西亚今天不错了,又是一字头了 今天我们单日确诊是增加1680个人 好,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一家科技公司 所讲到科技板块,当然最近全球的科技股是来了一个调整 像NASDAQ,这个纳斯达克指数之前也是跌了一些下来 然后一些股票,Tesla也好,Zoom等等 这些美国的科技股也是有了一些回调下来 所回到马股,当然最近一些科技股 也是从之前的高峰跌了一些下来 这是全球的一个趋势 当然美国那边会跌 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它的债券的利息就有起了一些上 其实在股票的市场就这样 就是如果利息起的话,有时候市场就会有一些反应 就可能会回调下来 好,今天要跟大家来简单分享的这家公司 是UWC Berhad 它的cord是UWC 昨天,它是回调的一天 虽然昨天大事是有起的 原因我觉得之前UWC就是起到太凶 起到太快了 当然有时候起到太凶 像之前的一些股KPOWER也好 SCIB也是难免都是回调了一些下来 所以UWC它就昨天跌了一个9.5% 收在5.81的一个价位 当然它之前前不久才送红股 一个股票就送你一个红股 所以你要把它去年的价钱除二 才是它现在的一个能够做一个对比 所以去年3月19号的时候 它就那时候熊市了 所以那时候的股价你除二的话 其实只有55分的价位 意味着短短11个多月的时间 它的股价从55分 OK,飙到昨天的5.81 也是飙了一个956% 超过9倍了 非常的夸张 因为这一种账幅 其他公司搞不好你要花上14年 才能等到这一种账幅 把它在短短11个多月做到了 OK,非常的不错 当然也是一方面反映出 整个科技板块 在这段期间是如何的疯狂了 账了非常非常多 所以UWC现在它的市值marketcap 64亿的一家公司 然后它的ROE股本回酬 15.56% Profit Margin 30.84% 也是挺高的 Net Cash的公司手上的钱 有一个6209万 然后Current Ratio 5.47倍也是不错 最新业绩 2号刚刚出炉 你可以看到它其实已经连续 7个季度 QOQ 它的Profit都在进步当中 其实这家公司是很不错的 因为它挂牌也没有太久 你可以发现到 它开始listed之后 它的出炉的业绩 几乎都是每个季度 QOQ都就在进步当中 这也是一个原因 为什么 这一轮 它的股价爆胀到这样凶 因为它其实有一定的 基本面在支撑住它 当然我还是觉得 短期之内 它的股价真的起到太凶了 所以来了一个 你可以说是健康的一个回调下来 所以这个2号出炉的业绩 当然它的revenue QOQ YOY都是起了上来 算是挺不错的业绩 所以UWC这家公司 它其实是一家科技公司 它本身做的业务是挺多的 像最近它就开始做生命科学的领域 一方面也是COVID-19的爆发 让它在生命科学的领域 也是有比较多的一个机会 然后它本身当然是制造 像半导体 5G的一些设备 一些晶片测试仪 它也是有生产 然后它也是有组装一些半导体 有做所谓精密板金的加工等等 都是它本身的一些业务 好我们来看它2号最新出炉的业绩 就是second quarter financial 21年的业绩 所以我刚才说了它的revenue 它的收入 YOY是增加41.6% 从去年5490万增加到今年7780万 原因它说了 就是这个季度 他们投身在这个生命科学也是比较多 做比较多 这个生命科学的生意做比较多 包括medical technology 这个医药科技这方面的东西 他们也是做比较多 然后这个季度 这个半导体这个需求还是非常的强劲 跟去年来比 这个季度的半导体的需求来得更加的强劲 这就是为什么它的PBT 就是税前利润 也是YOY增长了106.2% 也是增加很多 它的PBT 从去年的1700万增加到今年3500万 原因它说 就是其实今年YOY 它们的生产率是有提升 它们的机器的utilization 这个机器的使用率也是增加 提高了上来 然后今年它们的成本管控方面做到比较好 所以成本跟去年来比是有所节约 一些东西省了下来 然后今年它们的折损 Depreciation也是跟去年来比比较低 这就是为什么 它的公司的bottom line 这个PBT也是提升了不少 提升了上来 所以只能说 它这个季度的业绩是非常不错的 还在持续的进步当中 所以展望未来 你可以看到很多分析师 其实都很看好了 这家公司未来的一个前景 因为这一次它在prospect 它自己有说 就是它们公司这个订单 其实最近都越来越多 OK 所以这是健康的现象 一家公司如果它收到的订单 越来越多的话 肯定是好的事情 然后它们也预期未来的时间 它们会生产越来越多新的产品 这也是一个重点 所以一间公司如果它会生产 越来越多新的产品 就是代表它可能secure到新的客户 还是它existing的客户 对它的这个产品的demand走高 所以还是过去用了 使用它的一些服务产品 觉得你这间公司的产品 服务做得不错 所以它们未来会把一些新的项目 交给你去做 OK 所以这就是这家公司 现在非常不错的一个前景 它们预期未来会有越来越多产品 等着它们去生产 去做 然后它们也说 因为未来 这个电子车会越来越普及 所以电子车 我们知道了 就是 可能它不是跑petrol的 这个石油 它是保存这个电子 battery的 然后电子车的优点 当然是说非常的安静 你不会像现在有很多引擎 petrol那种很吵的引擎 特别是你 油门如果踩到很高的时候 就会非常的吵 把电子车的好处是说 它非常的宁静 然后可能比较环保 不会排除那些二氧化碳 那些所谓有毒的气体污染环境 然后未来的电子车 当然在人工智能AI 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发展 就是比方说 自动驾驶等等 你甚至人坐在里面 你都不用动你一根手指 那个车会自动把你载到你要去的地方 这是未来的趋势 未来的一个科技的发展的方向 所以这个电子车的出现 其实对这家公司 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利好 因为他说未来 他们相信 包括这些晶片的tester 这些晶片的测试的仪器 这些test handler 这些东西等等 未来的demand会走高 所以对于这家公司而言 当然是一个非常大的利好 尤其是他们说 比方说一个产品 就是自动驾驶汽车晶片可靠性的tester 他们已经准备在今年年底 要来批量生产了 这个新的产品 就是自动驾驶汽车晶片可靠性的tester 他们是target今年年底 就会开始大批量的生产 所以又有一条新的收入 会进来这个公司 然后他也有提到 他们目前也在紧密的发展 一个新的产品 叫做5GMR毫米波测试仪 5G的毫米波测试仪 这个新产品 他们目前还在开发当中 所以我觉得应该不会去到太遥远 这个新的产品 未来也是会问世 所以他是有prospect 那边是有提到 就是他们其实一直这段期间 都在开发新的产品 然后他就换句话说 他是已经告诉了你 未来相信他们的重点产品 会一个一个的推出来 所以我们只能说理论上 当然这家公司 未来你可以相信他的收入会去到更高 然后他也特别提到 其实最近他们也已经完成了 他们要做这个class 10k的clean room 5层4 OK这个clean room 他们已经construction已经做完了 这个class 10k的clean room 5层4 然后他们也已经训练了 他的这个生产的员工了 for他的这个clean room的operation 其实在上个月2月他们已经开始了 所以他这个clean room无城市建成之后 当然未来他可以生产了更多需要到这个无城的环境 才能够生产出来的产品 OK so yeah 我只能说这间公司未来 肯定啊 你会看到了 他真的是会有越来越多的产品 会推出啊 这个市场 所以总的来说 这家公司 当然啊 我会说了 是一间啊 非常好的公司 公司啊 挂牌以来 他所公布的业绩 几乎啊 每个季度哈 QOQ都有在啊 进步当中的 他的步伐是没有停下来 然后在啊 这个AGM哈 这个年度股东大会的时候 他的啊 管理层啊 也是啊 非常有信心了 都在放话哈 他们相信啊 未来他们会去到一个更高 会啊 做到更辉煌哈 他们相信公司是啊 处一个正确的轨道 未来会越做越好 找好的公司 当然啊 至于股价方面啊 当然我觉得早就反应了哈 因为刚才我也说了 他的股价短期 我觉得是走到一点快了哈 他的股价在11个多月 飙了一个956% 超过9倍的涨幅了 还没有到一年的时间 当然公司的一些啊 数目下来看是啊 不错的 股本回收15.56% margin 30.84% 净现金的公司 手上的钱 6,6209万 corrent ratio 5.47倍 然后连续7个季度 QOQ啊 业绩都在进步当中 所以这个公司 我觉得未来啊 应该一两年没有意外了哈 很多分析师都很看好了 觉得他未来都会有一个 比较大幅度的一个业绩的增长 ok so啊 当然我觉得啊 投资股票啦 除了看啊 公司的基本面前景等等之外 当然股价也是啊 非常重要的哈 于一句话讲 对的公司要买在对的一个价钱 so当然我只能啊 讲这样多 so最后啊 当然啊 聊到那么多哈 还是disclaimer那四个字啦 买卖支付 ok 是最重要的 就是啊 这四个字买卖支付 这是啊 最重要的 好 我本身啊 当然不停在做一个选股服务 James Ernst topic 就是每个星期 我会出一份的选股报告 啊 根据价值投资 基本面的方法来做一个选股 so昨天相当多的选股啊 回酬是啊 非常不错的 像这个Hexstar Global啊 昨天起了7.9% 说在1块啊 三毛七 他2月22号啊 业绩YOY啊 48% 之前我选Hexstar 他的股价50.5分 派的股息3.2分 这11个多月也是有178%的回酬 其他公司可能你要等上啊6年才会有 当然啊 还有其他选股 so我这边不说了 so啊 你可以来JOY一下这个选股服务 每个星期你会收到我的一份啊选股的报告 我用啊 基本面投资的方法来啊选股 就是从他们的啊 财务报表 年报季报里面来挑选出好的公司 啊 那最后了我觉得啊 中长期啊这些公司的前景还是啊最重要的必须有成长空间 当然也要强调这个啊不是短期投机的做法会suggest啊至少buy and hold一个两年左右的时间 那两年之后如果全球经济啊vshed翻弹 如果这个啊疫情啊能够得到一个比较好的控制 如果未来这些公司赚更多钱的话 那你赚钱的机会其实相当高 你潜在的啊回酬也不会低 so啊非常欢迎你可以直接来whatset我或者email我 我的whatset号码和email在下面的description 还是你直接在我facebook啊pm我都啊非常非常的欢迎 好这些视频分享暂时啊聊到那边 如果你们觉得这个视频有啊有用的资讯 记得把它like跟share下去 也希望可以让更多人啊收回 也记得订阅打开铃铛 以便第一时间能够收到最新视频的通知 最后也要感谢大家啊抽出时间啊 这边收看啊我们再会 拜拜